鳳雅這個關節降機日後 因為這陣子是最休暖 要求機車和汽車駕照的民眾 在八月內之前 這中部鑑魚站都出現 這麼多人報名和拜託 所以這鑑魚站有的也已經 提款苗約 歐多巴的煉子抵到線 竟不算一直好 台中七鑑魚站四合再去出現 駕駕照的林條 民眾等這張駕照 等很久了 七月的時候就有一直在等 然後在等八月的微解封之後 才排到這個位置 大概等多久 等了一個多月吧 之前有啊 有鹽霧大 鹽霧多久 喔 差不多快兩個月 兩個月 對啊 今天才考到 前前五月疫情境界三級 國庭的鑑魚站 為了拼勁太多人作會 割照二浴的名字 是賓相時的三分之一 以台中七鑑魚站來說 等一日只能穩存四十的人作優 七月二十七號關節降機之後 開放為等一日一百的人 又遇到效果 結果名字八月底進行都已經滿了 基本上在八月的通通滿了啦 那我們因為也有怕說就是有一些考生喔 比較特別的情況下可能他只有 比如說他只有一半都是要求要網路預約啦 那萬一說考生他比較特別的情況 要再有他們承辦的鼓掌方面呢 再去做彈性的一個調整這樣 面對這麼多的科教民眾 鑑魚站不敢大意 是來的上課 科市全部都維持每回座 十多科教也都是要求要 住水安保持持久紀錄 戰風表示也會來開放 自己科教的名字 保留一些空間來滿足民眾的訴求 記者台東報導